哈喽,大家好,我是沈厚莉 今天为你们介绍的就是晴天半岛第五座一个中层黑色单位 它那个球面积就是70平米 主要的干格就是三个房间还有一个工人房 现在就让我带你们看看吧 好了,我们首先进来就是看那个大概10平米的客厅 那个客厅的宽度就是3米,长度就是5.5米 景观也是挺开阳,采光也挺多的 主要就是看那个西脊山 吃饱饭你还可以在晴天半岛游泳啊,打网绸,或者散散步 前面的景观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动 再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下那个餐厅位置 它倒是方正的,楼底高度就是2.8米 还有配一些灯啊,镜子 所以你会觉得那个采光非常非常好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卫生间 基本上那个房子的保养也挺不错 特别是它卫生间你可以看到 它还有窗子的 现在很多新楼盘 他们基本上卫生间没有窗 我们再看一下对面的房间 业主蛮聪明的,他把那个床放到那个窗台上面 这样子它可以放一个双人床 旁边呢还可以做一个大衣柜 房间还有蛮多空位的,对吧 中间的书房就是4.2平米 宽度就是2米,深度就是2.2米 也倒是方方正正的 我拍的时候大概就是5点半 可是你看全个房子基本上 采光真的非常非常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那个主卧的位置 虽然它不是方正 可是它有蛮多空位的 你看它放到一个双人床 旁边还有一个大衣柜 上面的还做了一个小柜 可以放东西 比如说你的棉袄之类 我们看一下那个卫生间 保养非常好 好像十多年之前它买回来的样子 还有浴缸 最后为你们介绍的就是厨房 也是蛮多人挺关注的事情 你看它那个厨房基本上就是 原来开发商的样子 柜子也挺多 有一些改动就是那个秋油烟机 所以那个厨房它的保养真的非常不错 最后你们非常关注的就是工人房的位置 它倒是方正 可是如果你是买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把那个门改动 改做烫门 所以你用的空间就是差不多百分之一百 那个大卫它是同时放卖也放猪的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可以加我微信跟我约看 还有麻烦你们点我一个赞 周围小小的鼓励 也麻烦你们subscribe我的youtubechannel 莉莉胸沈后里 谢谢你们支持 再见 拜拜